拜人品 辽卢冲突 现场声音曝光 杨明疑似辱骂外援克里斯 黑鬼 到底发生什么事情呢 今天聊一下这个话题 哈喽大家好 我是小周 我又来了 那相信啊 近日CBA赛场呢 这个争议啊 引起了广泛的关注 在辽宁南南和山东南南的季前赛中呢 一场冲突成为了焦点话题 随着现场声音的曝光呢 辽兰主帅杨明疑似辱骂 山东南南的大外援克里斯黑鬼 这个事件啊 迅速引发了宣伞大波 季前赛作为新赛季的一个预热 各支球队 本应该展现出良好的竞技状态 和体育精神风貌的 而这一场冲突呢 却让人们对新赛季的走向 多了几分担忧 山东南南呢 在修赛季也是进行了大量的调整 更换了主帅 调整了阵容 展现出了全新的面貌 尤其是大外援克里斯 实力出众 堪称是CBA现役的大杀技 但是呢 他在两场比赛中 却领到了三个技术犯规 这也让山东南南的主帅 秋标颇为头疼 克里斯的能力呢 毋庸置疑 作为曾经勇士队的冠军成员 他在场上的表现 大家也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他的脾气啊 也确实不小 这无疑呢 给山东南南的新赛季 埋下了一颗定时炸弹 在与良宁南南的季前赛中呢 克里斯和杨明的冲突 更是将他推上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冲突发生在比赛的第三节末端 当时呢 山东南南大外援克里斯 也是在篮下造成犯规 获得了两次罚球机会 对于这次的犯规呢 辽宁南南主帅杨明表示非常不满 一直在场边向裁判抱怨 而当克里斯站上罚球线 执行罚球的时候呢 杨明竟然口出惊人之语 闭嘴巴 然后呢 加上那个词语 这句话呀 瞬间是激怒了克里斯 克里斯呢 一开始并没有反应过来 等听清楚之后呢 他立刻向裁判申诉 兄弟他叫我黑鬼 随后呢 克里斯呢 也对杨明口吐芬芳 而杨明作为始作俑者呢 却不甘示弱呀 对裁判表示 自己在和裁判说话 并非与外援交流 同时呢 还对克里斯做出挑衅的手势和言语 很快呢 双方也就纠缠在一起 好在呀 工作人员和双方队友呢 及时将他们拉开 事情平息之后呢 山东南南主帅邱彪 走到技术台表达不满 他认为呢 这样的行为非常危险 无论如何都不能侮辱人 更不能有种族歧视 邱彪的举动呢 也展现了他的理智和冷静 也从侧面反映出来 杨明行为啊 确实不妥 杨明的这一个言论呢 也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在体育赛场上 尊重对手 尊重规则 是基本的职业道德 而使用带有种族歧视的语言 不仅违背了体育精神 也损害了自己的形象 无论当时的情况如何 杨明都不应该说出这样的一些话 对于辽宁南来来说呢 新赛季的目标 无疑是冲击总冠军的 然而呢 这一场冲突 却给球队的前景蒙上了一层阴影 杨明的行为啊 可能会影响到球队的士气和团结 也可能让外界呢 对辽宁南来的印象 大大折扣 当然呢 我们也不能完全将责任归咎于杨明一个人 克里斯的脾气确实有点大 在比赛中呢 也容易冲动 但是这并不能成为杨明使用不当语言的理由 双方在冲突中都做的不对 都应该反思自己的行为 那在CBA的职业联赛中呢 球员和教练的一举一动都是备受关注的 他们不仅代表的是自己和球队 也代表了整个联赛的一个形象 因此呢 无论在比赛当中 还是在日常的生活当中 也都应该注意自己的言行举止 遵守职业道德和社会功德 对于这一场冲突呢 CBA官方也应该引起重视 采取相应的措施进行调查和处理 如果杨明的行为 确认不当的话 也应该给予相应的惩罚 以维护联赛的公平和公正 以及良好的形象 同时呢 也应该加强对球员和教练的教育 提高他们的职业素养和道德水平 避免类似的事件再次发生 好了 今天关于这个事情呢 就和大家分享了这么多 喜欢的朋友也可以点赞关注 如果说您对他们这一次冲突 有自己的观点 也可以留言 咱们下期见 拜拜